为什么我们会拍视频 因为最近这个MCO的时期 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生意必须要改变一些模式 那么我们就决定拍一些视频 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我们这个机器 跟这个机器的这些功能 因为大家都不会来到我们的表演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视频 那么通过视频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一直在看我们的视频 更了解我们的机器 那么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 其实在这个自动贩卖机对我们来说 对整个马来西亚来说 应该早在20年就应该要开始流行 那么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流行不了呢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种 第一个身为owner 身为这个机器的主人 他赚不到钱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在捕货 或者是他们在这个账户方面 出现在有亏损 他们很难查到那个账户 所以变成他们做这个生意的人 第一他赚不到钱 捕货也很麻烦 那么第二就是user user有很多不好的印象 例如他把钱投进去 结果出来的钱数可能投了两块 只是快罢出现 回了吃了两块 那么也可能当他投了钱 他要买的货物没有货 所以在这两个因素 导致我们的贩卖机一直停顿 不会再进步 所以现在我们引进了这个新款的这个机器 那么第一我们在账户商方面 绝对是很清楚的 在货物方面也绝对清楚 那么在user方面呢 我们对于user来讲 我们是很friendly user 我们可以用e-wallet 可以用现金 甚至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你要的商品 所以我相信 这个机器将会给这个马来西亚 带来一个新的购物方式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vision 想要把这个机器带给所有马来西亚